我是王俊凯 作为学生 在第35个教师节之际 向所有的老师们 送上衷心的祝福 老师 您辛苦了 我的家乡 在美丽的长江和嘉陵江畔 大家又称它为山城 重庆 作为重庆的孩子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述一个 发生在我家乡的故事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一辆汽车有多少个零部件呢 答案是三万个零部件左右 这么大一个精密的仪器 组合在一起工作 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时就轮到了汽车医生上线了 国内首个汽车医生标准 就是一位女教师 带领团队制定确立的 她就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车辆工程学院的赵继平老师 赵老师呢 有很多的头衔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黄岩培职业教育奖 杰出教师奖获得者 全国高校黄大年是教师团队负责人 然而荣誉加身时 她的学生依旧叫她赵妈妈 这个称呼源于她的一名毕业生 毕业临前她说 赵老师 当所有人觉得我们是不可教的学生时 是您鼓励了我们 所以我们宿舍决定 以后就教您赵妈妈 对不起